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经济已经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所以在今年的两会上 总理的工作报告也则出 那么我们要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翅 创新 协调 共享 律师 开放的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所以也对十四五规划 特别是开放这一块 做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其中的重点就是说 在十四五规划中 要构建一个更高水平的 开放经济的新体制 然后对今年的工作 也做出一个重要的部署 特别是在开放这一块 主要有四点 那么第一点是说 对外贸这一块要稳量提升 那么稳量提升呢 包括几点内容 第一点呢就是继续落实去年八月 八月五号提出的国办十五点精神 特别是涉及到稳外贸 稳外资 稳投资方面的内容 那其中一点呢就是 对中小外贸企业 我们要做好出口信贷的工作 同时呢要做好人民币的 跨境结算的工作 这是第一点 之后呢对外贸这一块呢 还提出另外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要做好多元化 企业要做好出口多元化的工作 出口多元化的工作可能有两块 一个呢是出口目的的多元化 不要老是把企业把出口的目标 这瞄准欧美正在比较成熟的市场 可能还比较 还应该向这些新兴市场方面考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是形态的多元化 也就是说不只是要做好线下的贸易 我们跨境电商的工作也要做好 这个呢是这个第二块 接着呢也讲到了这个服务贸易 那么对服务贸易这一块 主要呢是要提升服务贸易的进口 进口的这个质量 然后呢也同时提到了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我们呢随着我们的沿海省份 在实施同龙方面的这种证实之后 那么像资本秘境的产业 其实应该转向内陆的省份 因为中国有这个一个 我们说所讲的这个全产业链的 这样的一个比较优势 所以呢这是在外闹方面的工作 当然在这里面的话 如果说我们又扩大进口的话 那可能要做好服务贸易 同时呢也要做好进博会方面的工作 然后切实地做好 我们平时所讲的通关便利化的工作 这是第一块 那么对于外资 又讲到有秀的利用外资 有秀利用外资的关键呢 是用缩短缩少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 然后呢做好我们各种海关的特殊监管机构 跟各个自贸 21个自贸试验区之间的一个衔接的工作 发挥自贸平台的这个作用 那么这个是外资 外资的一个重点呢 创建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国内的竞争环境 那不同性质的这个企业主体呢 它有一个公开的这个竞争环境 这个是呢 公开公平公正的这个竞争环境 那么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点 在对外开放方面 要做好一带一路的共建工作 我们知道 一带一路呢 有海上丝绸之路和路上丝绸之路 固然呢是有两条腿走路 但可能应该各有特色 那么海上丝绸之路 因为这个国家跟我国的经贸联系比较紧密 所以的话 我们呢 可以通过出口进口 或者是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 可能更为恰当 而路上丝绸之路的话 合作还保持在相对比较初级的阶段 可能应该以进出口的形式为主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两条路 主要的一个 唱主角的应该是 我们平时所讲的企业 然后呢 让这个市场发挥主导性的这个作用 这个是一带一路方面的工作 而最重要的一点呢是 在下来的改革 还有对外开放中 平时我们讲到改革开放 我们可能现在要讲更为恰当的是 对外开放 对外改革 对内开放 对外改革这一块的意思是说 那么我们可能对这一个区域合作 要进一步的推进 做好几点工作 第一个呢是 把去年11月签署的 RCEP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那么贯彻落实 第二点呢是 出台的细节 那么来尽快的推进 我们中欧CAI 也就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工作 那第三点呢 是积极参与CPTPP 除此以外 现在要提出一个新的工作的重点 也就是考虑讨论中日韩三国的这个自贸区 那最后一点呢 当然是中美的这个贸易 只是一个大头 所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做好中美经贸的合作 那么总之一句话 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达到在十四五阶段 或者是说在更短的期间 在今年达到一个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方面的开放 好 谢谢 谢谢余老师 给我们解读了 这个中国的这个 全面开放的这个新发展的格局 好 谢谢余老师 那下面呢 第二位我们有请 北大国发院的金光讲习教授 卢峰教授 来给大家分享 他关于国际收支与汇率问题的观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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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